哈喽大家好我是君君 我今天声音还是很扫瞎 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了 那一开始我们要澄清一下 上一支影片我们提到过一个台独青年姓陈的 那他是高雄的市议员没有选上 即将到台中去挑战立委 不过在上一支影片我有提到过 他跟成龙大哥有合照 那他的声明当中的第一点写到 对方太小人物不足挂齿 我本来以为他在讲成龙 结果不是 他是在讲沾江春 好那这一点先澄清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大法官解释 军公教年金改革大部分是和线的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军公教是不能够接受 其实蔡英文政府告诉大家 如果再不改革的话 我们的国家会破产 这绝对是一个谬误迷思还有误导 因为国家不会破产 我们台湾没有那么差的财政 会破产的是基金 会破产的是国民年金 那我在这边呢也给大家提出一个数据 看一下到底国家的财政是不是真的这么差 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经周刊的一个报导 政府一年的预算 总预算将近两兆 那军公教的退辅支出占国家支出大概7.5%而已 那为什么会说国家要破产呢 是因为政府未来还必须要给付的潜藏负债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找资料 可是我也跟大家保证 找完资料以后一定是越来越糊涂 越来越不清楚 因为真的是众说纷纭 那我在这边就想要撇开所有的数据 撇开所有的资料 我们就用一个非常逻辑的道理来看整件事情 其实在各国军公教他们的收入 都是比一般的人还要高才对 因为我们希望最有勇气 最勇敢的人来保护国家 我们希望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来教导我们的孩子 台湾老师的收入就比新加坡还有香港 低了大概三倍左右 以前人家都说军公教是铁饭碗 但是现在在台湾的社会 军公教的收入并没有比一般的上班族好 又要把人家的退休金年金拿掉 这样子怎么会有最勇敢的人 以及最优秀的人要投身军公教呢 而且我也不禁怀疑 这一次的走私烟案 是不是就是因为年金被拿掉 军公教的未来完全没有希望 所以才要去走私赚一点银头小利呢 再来我也要问 他办案办到哪里 又是办到少校吴宗宪而已 总是小咖出来悲罪 吴宗宪少校买了一条烟毁了一身 这样子我们小老百姓看不下去 这样真的公平吗 要年改不是不行啊 我也看到有朋友他可能20岁去从军 然后25年之后退休他才45岁 那每个月可能就领5万块的终身奉 国家要养他养到一辈子 这样确实对国家来说是有一定的负担啊 我觉得每一样改革都是利益良善的 但是配套措施一定要有 像国外就是延后退休的年龄 澳洲法国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不能这么专制独裁的我要改就改 配套措施一定要有 像这样子的事情也不只发生在年改上面啊 最近通过的最低工资还有时薪的调涨 也是一样政府请了劳资双方来吃个饭 根本就没有协商 根本就没有洽谈 然后就通过了最低工资的调涨 不是说调涨最低工资不行 我们当然也很愿意帮助这些领最低工资的人 但是大家请想想看是谁在请这些 雇用这些最低工资以及时薪的人 就是一般的小吃店早餐店手摇饮料店 或是Seven全家便利商店 在这些小企业他在用人的成本上面增加之后 他一定就会调涨他的售价来反映在消费者身上 所以物价很有可能会上涨 调涨薪资物价很有可能会上涨 这是一件非常有逻辑的事情 而且根据各国的实施也证明了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配套措施 例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多收的税 我们拿我们的税收去补助这些中小企业 让物价能够平稳一点 重点还是要改革不是不行 政府的政策我们也相信都是好意的 是利益良善的 但是一定要有配套措施 再来绝对不能挑起对立 政府要改革不但没有配套措施 还要把军公教打成三流的职业 要来侮辱羞辱军公教的朋友 让大家觉得军公教领这些退休金是很不应该的 要让军公教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样子真的是太不厚道了 现在我也给大家看一篇 国小二年级的优良杂志 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教导这些小孩子 其实这个文章在上一个视频有和大家说过了 这是一个小弟弟跟他妈妈的对话 弟弟问他的妈妈 妈妈爸爸是军人爷爷是老师 不是有人说军人公务人员老师是铁饭碗 国家会永远照顾他们吗 国家对他们这么好 为什么还要抗议呢 妈妈露出苦笑 这是因为如果继续对他们好 国家就要破产了 而你们这一代将会负债累累过得很辛苦 所以政府现在要推动改革方案 在这个文章里面我们看到了 他又提到了说国家要破产了 不是国家会破产 是这个基金会破产 是这个国民年金会破产 这样子教小孩子 好像看起来很有道理 可是你根本就是在告诉小孩子 在告诉没有判断能力的人 告诉他们不要对人家好 我们要自私自利 我们要只顾自己 不然到时候我们会负债累累 所以有一天小孩也很有可能跟父母说 爸爸妈妈对不起 我不能照顾你了 因为我如果对你太好 我会负债累累 我会破产 这是我们要的教育吗 我们要教孩子积极向善向上 而不是像这样子的 去把他们洗脑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那年金会破产 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想办法提高年金的投报率 之前张善政行政院长也有提出来过 新加坡的主权基金 淡马锡基金非常的有名 他的年投报率是19% 我们现在的这个基金的投报率 台湾自己基金的投报率 大概在2到3% 我是一个平民小老百姓 我今天随便走到一家银行去 我跟银行的李专说 不好意思我想要投资 他可以拿出来一大堆琳琅满目的商品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保本的就算是债券 这种最低的投报率大概也有4到5%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不是也要改变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台湾的基金 交给专业可信任的 有金融背景的相关人士来操作呢 那一旦我们的基金 他的投报率可以有高达8%好了 其实是不是就能够解决军公教年金破产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有提到过嘛 说军公教的退辅支出 每一年占国家的支出大概是7.5% 是不是就可以多方面的 有效的平衡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大家也愿意共体时间 我们的政府要改革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还告诉大家如果对军公教好 国家会破产 下一代会负债累累 更有人说军公教是米虫 哇老师放寒暑假放的那么多那么爽 像这样子践踏军公教的尊严 侮辱军公教是米虫 让所有的人觉得军公教拿这一份退休凤 是多么不应该的事情 而且国家要养你们到老到死 然后你们就是拖垮国家财政的那一群人 让他们被千夫所指 甚至最后还有出现一些偏激的言论 像前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办公室曾主任 就在脸书上面入骂退休军公教锦销 趁亲民不会早点去死 看了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我们要和国家一起共体时间 我们要一片祥和 我们要国家提出来更好的配套措施 我们不要谩骂 不要仇恨言论 另外劳保在民国115年也即将要破产 我们希望政府好好的对待劳工朋友们 我们也希望政府对军公教还有劳工朋友要一视同仁 很多人认为蔡英文知道军公教不是她的票仓 所以就先拿军公教来开刀 但是在这边我们不想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军公教真的非常的辛苦 公立学校的老师基本上是万能的 在面对这么多次的教改的压力之下 他们不但要了解什么是多元入学 他们还要常常的开很多的会议 然后来编改自己的教学内容 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另外像是军人好了 以前的军人不要说没有打仗 他们就没有付出没有贡献 他们的训练是非常严谨严苛 而且也是具有高度危险性的 我小时候的一位远亲飞官 因为在受训的时候飞机失事 然后跳机 后来被插死在甘蔗园里面 那像最近嘉义铁道事件 这么年轻的警察殉职了 军警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子 只是米虫 只是贪得无厌而已 所以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 年金改革不是不行 但是一定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譬如说我们退休年龄可以往后移 另外像是基金的投报率一定要增加 其实6到8%真的非常的简单 厉害的操盘手 一年的投报率十几%以上 这个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我们在蔡英文政府的全面执政之下 有非常多的弊案 赵丰银行洗钱案 乐生案 庆腹案 猎雷剑案 宇昌案争议 浩鼎案 台山案 司烟案 陶基二行下弊案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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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政府在掏空我们的国家 在浪费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还要视军公教为拖垮国家财政 让国家破产的那一群人 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 只要我们能够少一些弊案 少一些肥猫 少一些仇庸 其实国家就会多很多的钱 我们台湾2300万的人民 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 希望台湾能够安居乐业 一片欣欣向荣 一片和谐 爱与包容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咯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 我是菌菌 拜拜